第1N问 袁老师中国最早什么时候引入星期制度 民国 民国就是这个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之后 这个大总统令 就是实行功利 但是他年号纪年 用这个国号 但是呢日期日月用年号 才正式引入星期制度 才有这个星期日什么休息 古代咱们讲了十天一放假 官员是十天一放假 就是这个汤幕时间 让你洗澡啊 什么洗头啊 汤幕时间 古代是没有这个制度的 那么这个近代以后来呢 随着洋人进入这个中国 洋人是按星期过 这个包括外国的公使馆啊 什么这个教堂啊 什么各种学校按星期过 但中国的这个官员 仍然还是按照传统了 十天一汤幕 按照按照这种 连这个中国人也开始过 新期制度 那就是在民国以后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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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